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外观跟110长周版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当然就是它变短了 少了0.4米 而且呢它的这个轴距现在只有2.59米 这一款新卫士90更像是女孩子也可以拥有的一款 又时尚又非常有力量感 而且兼具了科技 还有这种舒适性的一个城市行走的大玩具 今天的新卫士90也公布了价格 是72万8到76万8的这个区间 当然如果你想把它带回家的话 你要付出的不仅是这个数字 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呢 非常好看 它是首发限量版本 然后呢有一些它就是包含在里面的 比如说原厂的这个车衣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古路棕的这个颜色 它是加了一个车衣的 这样子当你在越野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防刮蹭 而且它更加有这种粗放哑光的这种质感 也更高级 而且包括它的这个银色的轮毂 还有它里面的内饰 还有它前面的first edition的这个名牌 我们到这边看一下 对这里都有首发限量版的一个名牌 它里面的这个内饰非常的好看 这些驴美合金的这个结构 全部都跟110一样 我们之前有讲过就不说了 我说一下它的这个颜色 它里面的这个内饰的颜色 是有一点墨绿色的这个质感 而且呢它是针皮 打孔针皮拼了这个织物 这个织物其实我甚至觉得 比全真皮更加好看 它不仅更加耐磨 你看它这种边角的位置 容易磨到的地方 它用了这个织物更加透气 而且也非常的时尚 很符合路虎卫视的这种定位的感觉 就是它让你坐在里面 你非常能感受到 它有那种越野的风骨 同时它也非常有现代和科技的美感 所以呢这部车目前是刚刚荣获了 全球女性年度车的荣誉 我觉得这个也是实至名归的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可能是后排的空间 我们现在去体验一下 我们要先把前排座椅放到 然后它的这个前面是一件式的 你按一下它就会自动往前走 然后把它放到 跟Mini Cooper的后排的进入方式一样的 对你可以看到我在后面 其实这个腿部空间 当然是没有110那么的宽裕 不过也还可以 那这是我在后排坐的一个情况 两边的视线有一点遮挡 但是还好 它有一个阿尔卑斯之光这样的一个窗户 包括这部车呢 它也是有这个可折叠式的 硬顶的这个棚的 普通版本 它就是一个可以打开的窗户 那这个面积就会更大一些 我会比较建议选这个首发限量版 因为它的确细节会很多 你在里面的品质感呢 也会提升不少 新卫斯90它的越野性能 它的灵活性和通过性 其实是要比110更强的 而且它的涉水深度达到了900毫米 同级别当中是最高的 所以我觉得你开的这部车去越野式完全没有压力 另外呢它会更加适合都市里面很独立的女车主 或者是还没有孩子 不需要脱家带口的这样的年轻的夫妇 我觉得这部车的确是又能兼顾你的一些越野的情怀 还有外观和社交的需求 同时呢在城市路段来行驶的时候 其实它的质感也非常的舒适 的确是很让女车主心动的一款车 不过呢想一想它的价格 我现在好像暂时冷静了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